一道适合夏天吃的红糖小甜品 应该没人会拒绝吧 切好的红糖加清水 中小火熬出绵密的气泡 让红糖浆变得浓稠 先来做汤圆部分 糯米粉加糖加水 混合均匀 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我还用草莓粉 南瓜粉紫薯粉 做了不同颜色的汤圆 详细的比例我放在屏幕上咯 把面团搓成长条 切成一个个均匀的小剂子 可以弄一把一起搓 特别的解压 记得要撒点熟糯米粉 防止沾黏 水开下锅 阻挡自然浮起 捞出之后 过一遍冰水 让口感变得Q弹 我用的是爆冰机 家里没有的也不用担心 用破壁机 搅漏机也可以 铺上小摊圆 再来点小料 撒上一层黄豆粉 一勺灵魂牢骚 淋上红糖浆 就做好了 比较爱吃甜的 可以多淋一些红糖 冰凉老糯的小汤圆 夹杂的香酥的花生 灵魂牢骚 让整碗的小汤圆 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 炎热的秋劳湖里 来上一份冰汤圆 真的是美滋滋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的小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